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功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日本的查胜 钱丽修 钱丽修之所以在日本战功期间 名气很大 除了他对于日本查到的 巨大贡献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他和 风神秀吉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了 1574年 这天信长 命令介事三大富商查人 金景宗九 金田宗吉 和钱丽修 成为自己的查头 那么之后呢 风神秀吉 也认明这三个人 为自己的查头 但是钱丽修 未须其手 正是因为查头 这个特殊的职位 以及风神秀吉的支持 钱丽修 成为当时 首屈一指的查人 后来钱丽修 又组织和策划了 风神秀吉 因为被授予观白 而答谢天皇 所举行的工中查会 钱丽修 为天皇亲自点查 而被授予了 丽修居士 从而成为了 当时日本天下 第一查人 所有的这些政治活动 都是以巨大的动力 推动着草安陀查 在日本迅速的得以 流传开来 而把这种流传 推到极致的 是1587年 所举行的 北野大查会 1586年 风神秀吉 被天皇 次性封臣 以及太政大臣之职 次年 他在京都的 宏大豪华的府邸 俱乐地 也建成了 为了表示庆祝 风神秀吉 拉着千里修 在京都的北野 举办了一场 面向民众的 规模浩大的查会 风神秀吉 为这次查会 所发布的布告 可以让我们领略一下 这次查会的规模 其中第二条写着 只要热许于查道者 不论是家臣 商人 还是农民百姓 均可携 查府一支 水瓶一个 饮料一种 前来参加 没有查的人 拿米粉来 也无妨 务必出席 第三条写着 不必担心 没有茶食 在松林里 铺上两三张榻榻米 即可 没有榻榻米者 用一般的草席 也可以 茶席的位置 自由选择 第四条 日本国人 且不用说 只要热许于查道 来自大明的中国人 也可以参加 由这几条 我们可知 当时参加的人数之多 根据记载 第一天参加查会的 就有八百多个茶席 可知 规模之大 正是在如此大规模的 茶会上 千里修展示了草安 陀茶风格 以及他的个人魅力 让人无限的向往草安 陀茶 1586年到1587年 千里修在日本战国的名气 达到了巅峰 1586年的时候 丰厚的战国大名 大友宗林 宝文大板 要求秀吉出兵打击 北上而来的岛金家 那么他亲眼看到了 当时风尘政权的实况之后 就跟家臣说 公事找宰相大人 其他事则找千里修 宰相大人指的是秀吉的弟弟 风尘秀长 也就是说 在大友宗林的眼里 千里修跟秀长两个人 是当时掌握新建立的 风尘政权命脉的两大巨头 一左一右 从内到外的辅佐着 风尘秀吉 不过很可惜 到达了巅峰的千里修 很快就陨落了 关于千里修的死 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说法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千里修和风尘秀吉 在茶道上的分歧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 千里修 他所推崇的草安陀茶的 宗旨和内涵 那么风尘秀吉 对茶道推崇的是黄金茶 所谓黄金茶 就是风尘秀吉 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地位和财富 在其茶室中 大量的使用黄金和名贵的道具 为此 秀吉竟然造出了黄金茶室 室内不仅全部用黄金装饰 就连茶道具也全是用黄金做成的 其作息用的则是猩猩皮 边上箱上金段 豪华不已 风尘秀吉之所以如此痴心于黄金茶 主要因为他出身低下 是靠自己不断地努力奋斗 而逐渐成功的 所以在独裁和金钱的双重作业下 他对以金钱炫耀独裁的做法 尤为热衷 那么在茶室活动中 秀吉还炫耀自己收藏的各种名道具 卦画用的是中国元代山水画家王健的远似晚中图 茶花用的是中国的古董花瓶 装茶粉用的是中国福建烧制的 雅号为粗花的黑幼桃罐 楚茶用的是中国福建烧制的 雅号为松花的粗桃坛 在北野大茶会上 秀吉更是将其黄金茶室大肆的炫耀了一番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封人秀吉和千里修 在对茶道的追求上 南辕北辙截然相反 另外1587年 封人秀吉已经平定了九州统一全国 这个秀吉重点做的是巩固政权 他建立了严格的管理体制 比如说实施了搜刀令 没收农民的武器 在农民与武士之间划下严格的分界线 对各地的大明 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 能够接近秀吉的大明逐渐减少 到了最后 除了千里修 很少有人能够向秀吉直接的禁言 那么因为对千里修茶道的推崇 像德传家康 钱天立家 普生士乡 这些德力大明 就通过茶道 逐渐的聚在力气 这对于强化身份统治的 风尘秀吉来说 是一项危险的举动 所以呢 风尘秀吉对千里修的茶道 也采取了限制 千里修进行茶道传授的时候 必须获得秀吉的许可 并且要在秀吉的面前进行 这就彻底阻断了千里修 通过茶道 与大明之间发生的联系 那么各种因素坐在一起 也正是在1587年这一年 千里修周边的情况 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风尘秀吉开始关心侵略朝鲜和中国 他以京都和大阪为根据地 征服了岛金市 那么在乡齐 他就招请博多的商人 举行了约一个月时间的茶会 秀吉后代博多商人 是想以博多作为侵略朝鲜的根据地 这样就意味着借的商人 尤其是以借商人的力量为背景 而接近秀吉的千里修的地位下降 千里修并没有被邀请 参加这次招待博多商人的茶会 那个千里修的学生中 有一名叫做山上宗二 年龄比千里修小20岁 这个人在性格上桥不逊 由于千里修的推荐 他成为了秀吉的茶头 但是因为在谈话中 触怒了秀吉 结果被流放了 他后来就投靠了小田园的北条市 北条市这个时候 正在集结关东和东北的势力 抗拒秀吉的称霸 那么就发生了小田园征讨 那千里修的这个学生 山上宗二 一看北条市示弱 就秘密逃出了小田园城 又去投奔风尘秀吉 千里修从中帮助 总算让秀吉再次收留了山上宗二 可是这个山上宗二就习不改 仍然以言语触怒了秀吉 就被秀吉削掉了耳朵 然后在小田园城被处死 那么山上宗二 他非常的尊重他的老师千里修 曾经说 综艺之茶道东清树也 一般人无用也 那么作为千里修的爱徒 他对秀吉言语上的冲撞 和秀吉因此将他处死 这就造成了秀吉和千里修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恶化 那么千里修之前 深受秀吉的宠信 而与他关心密切的 主要是德川家康 普生士乡 这些主张内置的分权派 那么主张侵略朝鲜的 十天三成 前田悬矣 这些集权派 对千里修是心怀不满的 本来呢 分权派和集权派之间的平衡 是由封神秀吉的弟弟封神秀长 巧妙地进行着维护 但是封神秀长很快病死了 这就打破了两派的均衡 那么秀长死后的第四天 千里修的弟子 之前有了斋 就主持了封神秀吉的茶会 而在这次茶会上 千里修被排除在外 这已经开始预示着 千里修悲惨的结局 1991年 润一月 发生了大德寺山门事件 秀吉和千里修的破裂表面化 原来大德寺山门 在英人之乱的时候被烧毁 那么1529年 由连格师宗长捐献重建 那么宗长因为收藏原始物语 受到处分 虽然尽了力 但还是资金不足 只建了一层的山门 后来呢 宗长计划募捐改建 千里修想要他的号召 为已故的父亲进行法事 奉献资金 那么竣工的时候 重建了山门 十分的豪华 大德寺的主持 春屋宗原 应千里修的请求 在山门上制作了供养人的像 大大表彰了千里修的功德 那么两年之后 千里修被弹劾 理由就是山门的楼上 安置着千里修的木雕像 丰仁秀吉也指责 将千里修的雕像 放在山门上是不敬 是别有居心 那么这个木像事件 被很多人认为 是千里修 被秀吉下令 切斧自杀的重要原因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说千里修倒卖瓷器 谋取暴利 说是公元1588年的时候 千里修以30块金元 从平野道 买进了一把茶壶 然后呢 又以50块金元 卖给了秀吉 那么千里修 作为天下的第一茶匠 要求他鉴定和斡旋 茶区交易的事情 一定很多 从中获利也不难想象 但是千里修 因此而遭到人家的妒忌 趁着他失去了秀吉的宠信 那么在秀吉的面前 被人挑拨是非 结果酿成了杀身之祸 不过这两种说法呢 都并不能让人完全的信服 所以千里修的死因 就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那最可能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于两个人 在心灵上的鸿沟 对茶道水火不容的追求 导致两个人彻底的破裂 从爱变成恨 从恨变成了置于死地 那么千里修临死之前 他也感觉到大火临头 所以就请求别人帮助 戏传三摘 曾经为他奔走说情 前天立佳也劝秀吉息怒 但都没有成功 千里修还曾经开设茶会 招待德春家康 希望他能够出来解决此事 但也没有结果 最终1591年2月13日 秀吉派遣使者 傅田佐晋 妥职佐晋两个人 下连将千里修 遣送回戒 幽进起来 这两个人都是千里修的茶友 所以就劝他赶快离开京都回戒 千里修急忙坐船 下垫川 那么在垫川的码头上 送他的只有他的两个弟子 西川三摘和吉田支部 结果几天之后 也就2月25日 事情发生了极变 千里修的木雕像 被从大德寺山门上取了下来 在京都一条庆桥处被腰斩 还将千里修从戒换回了京都 秀吉要求他切斧自尽 面对宣布切斧的使者 千里修非常的坦然 他竟然依旧用茶道进行了款待 这也是千里修最后一次点查 当天夜里千里修切斧 终年70岁 那么他死后 丰仁秀吉对他的异族也进行了处罚 其子千绍安 被送到了惠金闭门思过 千家也四分五裂 千里修的茶道传统陷入危机 不过有意思的是 后来丰仁秀吉在九州的明湖屋建成 也就是现今左鹤县唐金市的明湖屋城的遗址 近年来在这座遗址中 发现了丰仁秀吉对千里修的思念和友情的见证 茶室的遗迹 我们之前提到了丰仁秀吉历来是喜爱黄金茶室 但是明湖屋城发现的这间茶室 却是朴实无华 与千里修生前所喜爱的茶室极为相似 后来史料中也发现 秀吉在给部下的信中曾经写到 怀着真挚的心情建造一所千里修喜欢的房子吧 秀吉曾经对千里修所建的茶室表示不满 但是在千里修死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秀吉或许也领会了立修想要传达的那种朴素之美 那么在千家一族受罚之后 与千里修有着深交的朴生士乡 德尊家康都请求封臣秀吉宽恕千少安 那么就在立修死后的三年 千少安回到了京都 其后呢 千少安在惠金的洛松市 建造了茶室林格 据说是为了感谢朴生士乡 千少安继承了千里修的茶道 诞生了至今仍在流传的李千家 表千家 以及小陆千家的茶道流派 另外呢 千里修的茶道 也被他的两位爱徒 西川三斋和吉田支部继承了下来 得到了发安光大 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让你再来看 就要给了一路坏了 麽